爱FM爱生活 欢迎大家跟随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进入身心灵单元 那在今天的节目预告 敏明就说了啊 蔡明霞老师会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那么适逢年尾 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些计划 很多人说啊 生命还可以计划 不是每天都这样发生事情吗 其实我们应该先认清楚 自己的一个生命剧本 然后呢 才可以缔结幸福人生 欢迎蔡明霞老师 谢谢 谢谢敏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蔡老师在谈到这个生命剧本 其实很多朋友也许就会有一些疑惑 什么是生命剧本 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上过身心灵课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那是什么呀 其实心灵剧本 就是我们的人生剧本 其实就是我们心理的内在关系模式 内在关系模式的一种反射 什么叫做内在关系呢 我常常在节目里面会谈到说 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如何 然后人际关系分三个层次嘛 第一个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二就是你跟他人的关系 三就是你跟整个环境的关系 那我们的心理剧本呢 就是人生剧本其实是在我们内在 在我们小的时候啊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人事物 我们经历过的一些可能很大的情绪的冲击 生命的故事等等 它内化成了无数的剧本 就是说在我们内在里面 我们成长历程里面 我们的内在关系 它基本上已经有一个模型了 这个模型呢就是你跟你的关系 你跟他人的关系 你跟整个环境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人生剧本呢 就是我们这些关系对外 就是我们看到 好像我们以一个跳开来 看我们的人生的故事 我们是一个主角 我们是这个导演 然后我们把这个剧本已经编写出来 就是我们的内在关系模式的一种 的投射出来 所以我通常我觉得 如果听众朋友这样听的话 我觉得不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就像明明开场讲的 我们到年尾的时候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我们心灵这个部分 如果说我给你一个 就是这个是你的人生剧本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 如果说我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 你的人生剧本 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剧名 就好像我们看电影 我们一定会看到 电影一定这个题目 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 这个主题是在演什么 当然有时候会 哇我们看到题目是这样 跟我们看到的内容 可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结局 但基本上如果说我们人生已经演到这里 可能你现在30岁40岁50岁 或者是不同年龄成的朋友 如果你的人生剧本 其实我们已经在演着 即使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人生剧本 什么叫做人生剧本 那可是我们都是一直在演着的 我们每天都在上演的 那你看有些剧 连续剧 一百集一千集的都有 那你会看到它反反复复演来演去的 都是一些可能婆媳问题 可能是一些增加产的问题等等 所以听众朋友 你不妨去思考看看 因为如果你有去思考 你要给你的人生剧本 取一个什么样的剧名的时候 你可能比较容易 有机会更深入的去看 我的剧本我怎么会写成这个样子 我不会想要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剧本 所以你想想看 我希望说听众朋友 不妨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留言 让我们知道说 你会给人生剧本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这是第一个 你可以去思考的 那如果说你想到马上就有一个剧名了 就根据你这一生人 所演下来的这个剧情内容 你已经有一个剧名了 然后又想你满意吗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不满意的地方是哪里呢 如果你很满意的话 那真的是再恭喜你了 就是你在一个 沿着一个一生 一个很美满的 很幸福的一个人生剧本 但如果说你是不满意的 那如果你想要改写你的人生剧本的话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今天要看清 认清我们的人生剧本 目的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 有意识无意识的在演 也让我从来没有探讨过 现在我知道了 我如果我是导演嘛 我可以重写 我要把结局改编 例如说现在很多的剧 很出名的一些剧 出来的结果 听众部观众部不满意 导演没办法 只好再改写他的剧本 那如果说你想改写的话 你想把它换成一个什么的剧名 其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那我要怎么样去探讨说 我的人生剧本 因为从来没有去摸索过 没有去探索过的话 我们就好像不知道从何下手 第一个我觉得基本上 你可以从 我常跟我学生讲 这个功课很重要 把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列出来 什么叫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当然第一个就是你原生家庭 因为这个是建构你的人生剧本 最基本的来源 那其他的重要他人 就包括你的很亲近的朋友 你后来的婚姻家庭 你的老板 上司 下属 好朋友 就是在你生活当中 每一天你一直会接触的 即使说好像我们 可能我们家庭的成员 可能我们不是那么长 每天会碰到面 可是同事 你的老板 上司 下属 可能是你每天都要碰到 而且生活时间很长的人 你都要把他们列出来 那你仔细的去看 你跟这些人相处过程当中 那种模式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你会要很讨好的 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受委屈的 还是你是那种 你可以去指使别人 或者是控制去做很多 你是一个比较重要角色的人等等 如果说你真的很用心 想要把你的人生剧本写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功课 你可以不妨先把它列出来 你仔细的去观察 你跟每一个人的互动关系里面 那种很深层的内在的一种感受 一种相处的模式 你在职场上 还有在金钱上 在健康上 种种的这些都是构成我们 这个剧本的材料 风不丰富 所有的元素都在这里 我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心灵老师 他有一天晚上 他就在外面 他要叫一部计程车 这个计程车司机 大概那时候是晚上十点半 那个时间在下着大雨 所以车比较难叫 他就叫了看到一部空车 就上了车 上了车的时候呢 他就投低着说 我要去某某地方 当他稍微斜眼 抬头斜眼看过去 哇 一道两道冷冷的光亮射过来 然后就发现说 这个车整个感觉很不舒服 原来这个 因为是外国的故事 他中间那个 他是坐在前座 副驾驶这个位置 然后前面有那个铁丝网 然后司机的位置比较大 然后副驾驶位比较小 然后就看到那个眼神 然后就觉得 那种感觉很不被欢迎 他说 那个司机大哥说 我不去那个地方 太郊区了 然后他因为这个时间 很难叫车啊 所以他就跟那个司机大哥说 你看我像坏人吗 不像吧 晚上开车是要小心 因为他不想换车吧 如果平常他会坏 因为实在太难叫车了 你看我不像坏人吧 他看也是 OK 就上路了 这样在路途当中 他就忍不住 问一下这个司机大哥说 开机车车不容易吧 哇这样子画夹子就打开了 他说那时候是五月份 他说从今年才五月 他已经遇到七单 就是坐了车不还钱 到了地点 然后拿刀亮 亮刀出来 然后要抢劫的 然后又有那种 人多 这样的人多不还钱的 要不然就是到了那个地方 他是地头蛇 然后不还钱 然后今年才五月 已经七单了 然后去年已经有13单了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 超过去年这个记录 打破记录 那这个心灵老师 他就看了一下这个人 如果我脾气不好的话 我也会这样对他的 奇怪 我算是脾气很好的 可是我整个路程当中 我对这个人 我是非常不舒服的 因为他的语言 他总是会挑到你的一种 很不舒服的情绪会出来 还有他的那种态度等等 所以我要讲这个故事的原因 就是 其实他这个 因为这个心灵老师 就有分析这个司机大哥 他就后来他跟别的 他做别的检测的时候 他就会跟那个司机大哥 聊这样的事情 其他大哥说 其实我们好像 有常听到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故事 可是我们身上 真的没有发生过 只到有一次 他遇到一个 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听起来 如果我们听到 这个司机大哥 讲这样的一件事情 好像他生活中 每天就是经常会碰到这样的 可是对其他同行来说 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 这就是听起来 就是命不好 运气不好吗 其实不是 因为这个 经过这个心灵老师的分析之后 他说这个司机大哥呢 他内在有一种 有一种 经常要提防别人的内在小孩 就是他里面 他的设定里面 就是我常常提防别人 同时有一个内在的他人 就是他一定会常常遇到 实施迫害他人的一个人 所以因为他是一种组合的 不知道听众朋友 这样的听得懂 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在里面 我们常常有一种 哇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提防 要提防 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人的 我们做什么 人是不可以信的 人情薄 人家说纸张薄 人情更薄 所以种种的这种信念价值观 在我们内心深处 其实我们没有去察觉它 我们是不会发现的 对不对 那假设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在小孩 就是说你内在里面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 信念价值观的话 你一定会遇到 像常常会迫害你的人 因为来证明你的潜意识 所想的是正确的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谈 这个主题的原因 其实因为很多人 他都没有去察觉到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是 例如说有一个人 也是这个心灵老师的朋友 他有房子在一个很好的地点 他发现每次要出租的时候 就会遇到那种大烂人 他所谓的大烂人就是 他特别针对女人 那女人都是他 他觉得女人是吃软饭的 就是意思说 那女人都是为了要男人养的 然后可能就是做小三 做亲夫的 然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好的职业 要不然就是想要去骗人家钱 所以他都吸引到这些人来租他的房子 因为他自己谈了十几次恋爱 然后只有一个不是 每一个都看他有钱 然后想要吃他的钱的人 所以他内在里面 总是看不起这一类的人 他总是觉得 女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的设定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 信念价值观 所以他就无形中 他在生活中 即使他自己恋爱对象 然后他要出租房子 总是会遇到这样子的人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对吗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我就提到说 我们要去认清他 就为什么我会提到说 你先把你重要的人 你的互动关系 还有你在职场上 你常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例如说 我常听到一些这样的例子 很有才华 很有能力 就是很认真工作 可是他常常就是 一年要换两次工作 或者是几年就换一次工作 就是他的工作好像是 没有办法做长久的 明明你就是这么有能力 这么有才华 工作又很努力的人 为什么你就不能够遇到 好的一个职场老板呢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 内在写好的人生剧本 是 听了蔡明霞老师的讲解 我相信朋友们 应该也有那股冲动 想要去了解自己的 这个生命剧本了 特别是你觉得 活了那么久 活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你总是遇不上对的人 遇不到对的功 或者是遇不上 你觉得是 应该走在正轨上 发展的人事物 那我们一起来改写 这个部分 概念先搞清楚 知道自己需要了 那接下来有那个动力 那你就知道 足不足不跟着 我们要怎么做 欢迎大家 当我们谈到 要认清自己的 生命剧本的时候 刚才老师有提出了 两个故事 两个故事分别 不同的个案 你看他们带着 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跟眼光去投射 他们迎接来的人事物 他们就注定 要有这样的人生 那如果你听了 这两个故事 你觉得 哎呦 是啊 我好像也有这样 就是期待最好的 可是最坏的都会到来 为什么 所以我们就要来改写 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认清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要重复一次 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那个 生命蓝图 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蓝图概念 比较厘清的话 我后面就比较容易讲 我记得我有一次 上青少年节目的时候 有谈到说 我们要盖房子 我们一定要先画好蓝图 那这个蓝图 你如果画得非常的漂亮 那你要去盖房子 如果你盖房子的工人不好 那你的材料不好的话 那你这个图再漂亮 再精致 可能都没有办法呈现出这么好的房子 所以这个就是蓝图 那我们的生命蓝图呢 就是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生命蓝图 就是我们的信念 那我们看 其实我们的生命蓝图 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剧本 就说我们人生会有一个 怎么样的人生 幸福或者不幸福 有没有成就 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个 我自己想要做的人 我会建构一个怎么样的人生 是不是都基于我们的信念而来的 那信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都是我们成长过程 我们的人生历程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一些经历之后 它会内化成我们的脑神经回路 就是说以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 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刺激 它会变成一个神经的连结 那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有一个刺激会有一个这样的反应 就重复了多次之后 它就形成了脑神经的回路 脑神经回路就变成了 我们的细胞记忆 所以这个人生剧本呢 我们的信念价值观呢 都是我们成长过程去建构出来的 无形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成为我们的信念价值观 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去探索的话 其实我们完全不会察觉 原来我有这样子的一些信念的 所以这个蓝图呢 它就是一个变成脑神经回路 好像是它不会 就是这样子就会这样子走 这样子就会这样子走的 那我们不知不觉长大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重复去感受那些感受 所以我相信是今天我们应该没有办法讲到 就是下个星期我会谈到说 我们基本的一些蓝图的一些基本模式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 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蓝图就是我们的信念 所以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信念价值观 正确的价值观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蓝图就会画得比较好 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成长过程当中 你有真正的被父母很疼哀的 有很好的教养成长的 基本上你的蓝图就是蛮漂亮的 明白 那我们要提到第二个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 情绪就好像是我们的建筑工人 如果说OK我的蓝图很漂亮 可是我情绪老是不好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今天去上班的时候就对我同事脸黑黑 甚至现在可能很多比较年轻的孩子 都敢敢对老板可能比他还要大声 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怎么样 可能对父母也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的情绪是一个掌控度不好的人 你常常有那种很不满 很多的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样你的这个建筑工人就要看 你今天请了工人 他今天心情好 就可以帮你把事情做得很好 今天心情不好 他就不把你的房子盖好 哇那就很难说了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建筑材料 那个建筑材料就是我们的行为 就是我们的行为 如果我有很好的蓝图 也有很好的情绪 可是我没有很好的一个行动力 很多人常常会跟我们讲嘛 我知道老师我有些问题想要问你 然后我们就很努力的给建议了之后 可是然后就很多的可是 总而言之就是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心理游戏来的 我们常常会把我们去请教别人 我们好像有很多的困难 然后当别人很用心的去跟你讲的时候 你的可是一定会出来 然后就是你永远不会去做 所以就说这样你的行动 就是你的行为上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行动力 对不对 好我们蓝图很好 情绪很好 可是我们没有很好的行为 这样我们的人生剧本里面 可能你就会看到说 嗯这个剧情是不错啦 然后演员也不错 可是他拍来拍去就是没有什么 很用心去拍这样子 那你就觉得就变得没有什么特色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人生剧本 就是基于这三大要素 就是生命蓝图里面的信念 你的情绪跟你的材料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先认清楚的 所以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行为模式 信念情绪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都是跟我们 其实我们的生命智慧 它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在当时当下 我们可能把一些情绪 我们把它收起来压抑下来 或者我们当时当下 我们会做一个决定 都是我们的生命智慧 以当时当下的状况 我们觉得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在当下我们觉得是最好的 来保护我们自己能够生存 因为我们人都有要往快乐的地方走 要避开痛苦的 我只要讲这个实际的故事 我觉得大家不要能够体会 这个故事我已经讲了N遍了 就是哪个马戏团的一只大象 其实它还是一只小象来的 那这个小象呢 被这个马戏团抓去了之后呢 要训练它表演嘛 那因为小象懂事 比较向往自由的啊 然后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嘛 你只要不要走 它就要跑来跑去啊 所以就要把它绑住 用那个铁链绑住 那这个小象它总不会乖乖 因为你绑住 因为我还没有挣扎过 我一定会试图想要逃跑 然后我就会用力的挣扎 我会用力的拖拉 然后它弄伤自己的脚 然后每次痛得很厉害 可是最后你发现 是没有办法挣脱的 然后一次一次一次的痛苦之后 你把这个无奈深深的压抑了下来 然后为了讨好马戏班团族 因为你才有东西吃 你为了得到奖励 所以你就学会了 种种为了因应这个环境 生存的一种生存模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就养成了这样子的一种 不去看自己 所以我要在这里 特别要提到一个敏感递减法 什么叫敏感递减法呢 其实我们人的一个生存模式里面 学会的保护自己的一个 叫敏感递减法 因为你看我们第一次讲心理上 如果你第一次失恋 跟你谈了N次 就五次六次的失恋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 第一次的失恋应该是最痛苦的 最难受感受最深的 如果我们以这个生理来做实验的话 你拿五杯水 这五杯水分量是一样的 然后你第一杯水呢 放一勺是糖 搅拌均匀 然后第二杯就两勺 三勺四勺五勺 就是每一个它的数目是多少 就加多少糖 然后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你第一杯水 你含在嘴巴 含两分钟 然后你再慢慢喝下去 然后你在第二杯同样的 含两分钟 就是到第五杯 喝完之后 你知道哪一杯最甜吗 哪一杯最甜 通常朋友们可能就会在第一杯 其实真正答案是第一杯 因为你还没有试过其他的 你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最初的体验 然后后面的已经不甜了 因为你已经麻木了 这敏感递减法 其实这个敏感递减法 其实是蛮要命的 因为我们人 因为我从事身心灵工作这么久以来 我就常遇到很多的一些个案啊 学生啊 然后你问他 你对那个曾经经历这么伤痛的东西 你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都已经没什么感觉 那可是真的没感觉吗 不是 在言语眉目之间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不知不觉就会流露出那种伤痛的感受 所以如果你对生活中总是不满意的话 其实他是不会跑掉的 他只是把他压得更深 只是我们敏感度越来越不敏锐了 我再举一个实验 然后就是有一只老鼠 他就为了做这个实验呢 就给这个老鼠饿足了一个星期 然后再给他跑那个迷宫 那迷宫的出口呢 就放着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就这个老鼠经过很多的努力之后 他跑到那个 哇 看到我喜欢吃的食物啊 一定是马上冲 因为他饿了一个星期了 前提是 他饿了一个星期 他一走过去 那种被电到的感觉 因为他有电瘤 电脊在那边 只要他走到这个关口的时候呢 就有电会把他刺激他 哇 这样他就一定往后退 很痛 你说那个老鼠还不会再试一次 他以后应该会绕路走了吧 他还是试了几次之后 然后他太痛了 因为去到那边就 就被电到了 所以他就OK 好吧 为了生存 饥饿已经超越了 就是我生存的本能 超越了我的饥饿感 为了生存 其实我们人都有这种机制的 为了生存 例如说我被人家责骂 被人家怎么样 因为父母在小孩的时候 父母就是我们的天 我们是靠他们养大我们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要讨好啊 也要懂得撒谎啊 种种的原因是这样来的 要求生存 对 结果后来呢 再隔了一段时间 同样的一只老鼠 再饿他一个星期 再跑同样的迷宫 当他走走走走的时候 熟悉的感觉就开始出来了 他那种熟悉的感觉 然后你猜他会不会去拿那个食物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不会 是 真聪明 其实他走到那个边 走到那边那种 那种很深刻的那种 被电刀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太刺激的那种感觉 他开始涌上来了 然后他就开始又倒退了 这个就是我们不知不觉 学会的一种制约反应 所以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如果你曾经被很 也第一次的经历都是 很巨大的痛苦的 例如说你被抛弃 例如说父母要送孩子去保姆那 然后可能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然后就把他丢下去了 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啊 父母常常争吵啊 等等的原因 那种巨大的痛苦 烙印 这个是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心灵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大象 绑着他的 限制他的 是有形的那个铁链 跟有形的 看得到的环境 可是绑住我们 限制我们的是 无形的 心灵的那个链锁 是看不到的 他慢慢成为我们的一种制约 而我们就是基于这些材料 我们因为我们成长过程 我们所认识的 我们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知道的 去写我们的人生剧本 那如果大家清楚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为什么 你会到现在还没有想到 要怎么去突破 去转念 或者是去改写 了解了之后 我们当然要学习方法了 更多的资讯 我们会在歌曲资讯过后 跟大家分享 解幸福人生 其实我们有看到一位朋友 他发了个讯息进来 马六甲的严先生 他说他只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可是这一生 他觉得自己过得很委屈 为什么呢 身为老板要迁就员工 要迁就太太 我总觉得我是活在 委屈的生活里 有些时候就觉得 好无奈 难道我这一辈子 我的命就是要活在 迁就别人的状态底下吗 其实真的不是 我们要谈这样的一个主题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 看清楚之后 你有选择的 为什么我们要认清 认清就是我要有选择权 如果说有点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们要有点方法 去穿越这个过程 所以那个严先生 你不妨思考一下 去回忆一下 在你成长过程里面 是不是很多时候 你曾经经历过 可能你曾经很有主权的 很想要为自己争取某一些东西的 可是后来都是被压下来 可能避于无奈 或者是因为长辈 或者种种的原因 所以你在成长环境里面 是不是让你常常有那种 我必须去迁就别人来 得到可能别人的肯定 或者大人觉得比较舒服的 一个成长经历 如果是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去 我常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 你必须去穿越的话 你就一定要做到说 我承认我有很委屈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通常我们就会 哎呀 有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他跟你讲 我很委屈 后来讲其实也没有什么啦 反正让一下不就好了 然后我觉得也OK 就是你在叙述的过程里面 你常会找一些理由 可能去美化 或者去掩盖 你真正的感受的部分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有任何的感受 它绝对不是偶然的 它一定是你长期累积下来的 因为我常提到说 90%我们在当时当下 会发一个很大的脾气或情绪 都是因为90%都是旧货来的 就是说你过去累积下来的 如果说第一次通常 我们还不会那么大反应 两次三次 然后当你累积久了 尤其是严先生说 自己的也有小有成就了嘛 在经营公司 然后要看员工的脸色 然后可能还要迁就很多家人 那种感觉是很熟悉的 就好像那只老鼠一样 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的脑神经回路 对它变成是一种脑细胞基 所以我们会重播重播的 所以当严先生您可以做到的话 我相信不只是严先生有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去觉察到 当你感受到这么强烈的这种委屈感 其实应该是要饱和的了 因为通常我觉得很多人 他平常没有到 尤其是委屈型人 他没有到很饱和的话 他通常他不会出生的 他通常就还能够忍 可是我们累积累积累积 有一天他真的会爆炸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人 平常情绪都蛮好的 突然某个人杀出一句话来 他可以反应大到 会把所有人都吓死的 那种人 所以我们承认 真的好好去感受你 那个内在很委屈 很委屈感 承认 然后不要去批判他 不要批判说 哎呀我这么那么小气 让一下就好 不要有这些想法 就是完完全全接受说 完完全全接受 我真的很委屈这个感觉 然后你跟那个委屈感 相处一下 去感受你那个感受 完全不要有批判看法 如果说你能够穿过这一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呀 那个感觉好像可能少了90% 也可能少了可能50%也没关系 他会只要重复重复到 他真的完成了 他的这个循环之后 你就不会再委屈的 那种感觉出来了 那你会发现 哎员工不要听话哦 太太比较 家人也比较配合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非常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你流出什么 你就会流回什么 那所谓的流出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能量 频率振动 而这个能量频率振动 他又蛮抽象的 因为我们又没有去量 对不对 所以可是我们从别人 怎么对待我们 就知道我们流出了什么 流出的是那种委屈感 很奇怪 这么多人里面 平常跟别人 这个人跟这个人 他绝对是很好的相处 然后对他也很有礼貌 可是如果看到那个委屈的人 好像我不欺负他一下不行 因为哎呀 他不会怎样的啦 他人很好的啦 他不会生气的啦 所以你很自然的 你就会觉得他无所谓的 因为你流出的就是 你比较OK 所以就会被这样对待 是 我想起蔡明霞老师 多年前跟我说的这一番话 那个时候蔡老师就每逢 在私底下跟我聊着的时候 也会听着我诉说 我跟朋友们的互动 那时候我还记得 你就跟我说 哎你期待你的听众 是长什么样子的 是吗 我已经忘记了 你送祝福给他们 然后你会发现 你会吸引到一批就任 就如同你所期待的人 来听节目 来一起学习成长 我觉得真的 这一些年来 我都感受到这些人的聚集了 因为每一次跟他们在脸书交流啊 私底下在WhatsApp交流 我觉得特别是在脸书 你看他们写的文字 你看他们对于生活的体会 对于我们在节目 或者是我偶尔分享的一些文章 他们的留言 都能够感受到 然后心里面是很喜悦的 这太棒了 对啊 因为这就是这些年来 我付出的一些回馈 大家都听了 而且有一些想法是被潜移默化 慢慢在影响 种子都种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听了 我们蔡明霞老师 今天的这一集节目 然后也很想很认真的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因为今天谈的是概念跟故事 老师下一次就会用一些例子 来教大家怎么去实际操作 下一次我就想要把 我们基本的一些模式 有哪 模型有哪一些 可能大家会比较知道 那一模型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种 成长过后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的发生 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一些 是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重听重看 今天的这集节目也留守着我们下一次的节目 记得